嘿 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小离灯 这是我来到多罗大陆的第五天 成立堂门后 实力大幅度的增加 但是依旧不能和五魂殿正面纲 于是 争得了大师 父亲和伯父的同意 前往海神岛 进行考验 增强自己的实力 争取可以成为封号多罗 现在的我 已经到达里海神岛最近的城市 汉海城了 但是我人生挺不熟的 还是向前面的路人打听一番 避免错过了什么东西 老王 你知道吗 我今天早上去买油条 居然涨价 为什么 我也疑惑 后来问了买油条的老大 你猜他回答什么 别卖罐子了 快说快说 他居然说 他爱吃的猪肉涨价 所以油条也要跟着涨 这年头其他时候 哎 你不知道我今天去买猪肉 老板问我是首付还是全款呢 现在拥有一头猪就等于拥有了财富似的 是吗 那我看到财富在向我走过来 嘿 叔叔阿姨 请问一下汉海城有什么好吃的 有什么好玩的 还先可以让你吃到吐 玩的话 可以玩水欣赏美酒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拍卖会 拍卖会 阁下是外来的魂师吧 这拍卖会可是我们汉海城的一大盛事 而且我听说今天的拍屏是每一个航海市的梦呢 哦 可以去看看 年轻人等等 想请问你是十万年猪魂兽变成人了吗 你这意思是说我不是人是猪吗 这你说的啊 我们可没说这话好吧 我掉了 我不是猪 我只是体重和智商像猪阿姨 打扰了 看来不能卖掉你发家之父了 你走吧 总感觉刚才说的话有点不对劲 先不管了 还是去参加拍卖会吧 还好赶上了 人还挺多的呀 今天的拍屏是一件稀有的魂倒器 是每一位航海家梦寐以求的真品龙渊艇 是上古流传之物 可以承受百年魂兽级别的魂击攻击 既能航海 也能前行 还可以自由伸缩 听说海魂兽的攻击力是陆地魂兽的好几倍 汉海潜观照能够隐身 如果再加上农渊艇的效果 遇到危险时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开始重视拍卖 一百金魂币起拍 我现在可是有钱人了 所以出价必须一名近人 让人感觉我是个土豪 我出一百八十万金魂币 什么 看来这家伙对着东西志在必得啊 忍不起 忍不起 一起社会拍者获得拍品 我倒要看看 这个值一百八十万的小东西长什么样的 这 这不就是一条船的模型吗 长得还不好看 掉了 我就是他们的败家子呀 打打打打 打结 思想地留下你手里的东西 不言对你不客气 哼 雕虫小姐 还想搬门弄服 那你就来试试吧 冲啊 哦 对了 我这次的武魂是奥斯卡的香肠 想试试食物系的武魂厉不厉害 只要征服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 攻击是这个武魂的短板 但是我可以利用增幅攻击的效果 很快就制服了这个劫匪 也是不错的 恨海城公费旅游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要办正事了 接下来要办正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